怎做才能成功 心想事成 想改变命运 你必须了潜意识运作法则 潜意识的法则 期待就是预言的自我实现 就像算术时 你必须遵守数学的法则 才能得到正确解答 尽管有时候没有遵守法则 还是可以得到正解 不过这种事并不常发生 潜意识的运作 也是一样的道理 但我很想说 如果你认为你只要遵守潜意识的法则 就一定会成功 其实没有人敢这样保证 不过我敢说 不遵守潜意识的法则 和的确遵守法则相比 不遵守比较不可能成功 有些法则很简短 解释起来也很简单 我不会为了增添这些法则的重要性 而家常解释篇幅 加以培养指令重复重复重复输入指令 就是要让潜意识接受我们指示的程式 在潜意识中写入程式时 需要重复此一状态 直到被潜意识完全接受为止 程式被接受后 会周期性循环 确保此程式运作无碍 情绪 直入建意识 加入情绪会更有效 在潜意识中 情绪就是力量 在潜意识中写入程式时 你必须使用情绪以获得成功 潜意识指认的现在式 现在式是潜意识存活的时间 没有过去现在和未来 输入指令是潜意识 它只活在现在 在潜意识中 过去只是现在的往事 未来则是现在的预测 下面的例子 将解释使用现在式的重要性 对于潜意识来说 我将会快乐是表示你现在不快乐 但是你未来会快乐 首先 未来从未到来 所以不要要求潜意识 在未来替你做事 首先 对潜意识来说 未来就像是夸腹逐日一样 永远都追不到 再来 如果现在你下指令不快乐 不快乐会成为你交代潜意识 现在达成的目标 然后 你的潜意识 就会让你不快乐为几人 正确的用语 是使用现在式 我很快乐 但是你可能会说 你的宠物猫或宠物狗刚刚死去 你考试砸锅 或是你被国税局约谈的时候 你并不快乐 好好 但是你想要走出阴霾 对不对 那你就要想 我现在很快乐 现在觉得快乐 就是你交办给你潜意识完成的任务 神经地质双向运作 从心智传送资讯到身体 也从身体传送资讯到心智 当你的潜意识接受要快乐的指令后 此讯息就会传遍全身所有细胞 让你的身体以快乐的表现回应 潜意识一次只接受一个指令 一个以上的概念 想法习惯成事 可以同时并存在潜意识中 不过只有一个会被执行 因此 当潜意识认定某一个概念 这个概念就会显现在你的行为中 除非有更强势的新概念崛起 打败就势力 潜意识才会放弃 原有采用的概念 重点是概念无法被抹灭 因其已经嵌在你的潜意识中 而你的潜意识不会忘记 而负面概念必须被更强大 更积极的概念击败 好消息是潜意识不会追究概念的来源 所以只要用积极的概念取代即可 想象你是一个大天平 两只手分别向旁边展开 并与地面平行 另外两只手上各放一个秤盘 想象你是个摇晃的天平 只要将东西放在天平的一端 天平就会倒向那一边 此天平衡量的是你对某事采用的概念 你的右手拿着秤盘 上面放着负面的想法 左手手上的秤盘 则是装着跟自己有关的正面积极的概念 天平会倒向优势概念那一端 假设你在正常健康的家庭环境下长大 父母给你很多爱和照顾 父母的爱增加让你得到安全感 自信心 所以你的形象就是沉稳和自信 所以左边的正面概念当道 天平会往左倾 你长大后会表现出自信 相反的假设丽丽从小在 不正常的家庭环境下长大 往往被负面想法轰炸 你不好 你以后一定一事无成 你是坏孩子 你怎么做都不对 你永远学不会 他二十年来都活在这种家庭环境下 常常重复听到这些负面的评价 而父母常常带着愤怒或讽刺 情绪责骂他 几年过后 粒粒在他的显意识知道 他很聪明 受过良好教育也长得漂亮 但是不知为何 他潜意识总是自我形象低落 当显意识和潜意识冲突时 潜意识总是站上风 为了将低落的自我形象扭转为自信 他必须在天平的左边增加重量 直到天平不平衡 并且让潜意识接受积极的概念 现在自信心这个概念当到 并影响莉莉的行为 希望是什么 潜意识是目标导向的电脑 你给潜意识什么目标 潜意识都会使命必达 真心诚意的期望 就是你下达给潜意识的目标 因此 潜意识的法则是 当潜意识期待某事 某事就会成真